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正道愿名正堂善书 财路因果论 主著先佛为财神 地念六章 能安业能辩货 财神笔干将 诗曰本业殷勤至墨辉 专精领域学英才 成功失败凭观念 责募长期好积才 俗艳有云 365行 行行出状元 一级职业没有贵贱 只要专精 终可成为世行的专家 获得应有的利润 时下百业争名 世人若无如此的觉悟 一味的建议思迁 到头来必是一事无成 以成本概念而论 经营每项职业 必须投入的不仅只资金 另外还有人事 人脉 时间等等 并非只有表面上溢注的成本 虽然古云 智货不拘 其利避风 不过智货即当考虑 库存进出的控管 衍生至今 如此观念 即是考验经营者 是否具有慧眼识货 事实 适量购入营运 所需的物品 否则专业受到挑战 所积存的货品或零件过多 终将成为营运上的负担 能安业 能变货 归根究底 仍是在于经营者 能否专精本业 倘若失于专业 必受不孝人士欺瞒 购入劣质产品 况且线下消费者 劣质商品遭到否定时 经信息传播 经营者必然血本无归 当然 亦有专精本业 力求创新的经营者 受到不孝人士所欺骗 此乃因果所致 大抵而言 乃元素是亏欠他人巨款 因而在专业上 发挥淋漓尽致 但在财博出入上 往往左之右处 所以经商欲致富 除了坚持专业及技能外 培植福田消解素业 仍是不可或缺 总言之 能安业即可专精 能变货即能少库存 人事上完成硬尽的事物 在以功德互相辅助 经商必可日进斗金 主持人 爱 爱 爱 光照